会有 还有颁奖这个环节 现在如果要我跟硝烟相比的话 是意外 炒蛋确实挺下饭的 最近家的 但我现在确实有进步 很大的进步 你用硝烟的感觉说一下吗 Hello 腾讯视频 明媚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贺洛洛 作为明媚专访的老朋友 还记得这是你第几次参加本题目吗 完了 让我想一下 第三次吗 还是第四次 如果再加上团队形式的话 让我想一下 那我能猜一个吗 第十次 哦 第十次 这么多呀 哎呦 我天 这是你第十次参加本题目的一个礼物 还有颁奖这个环节 啊 谢谢 这个寓意是 12345678910 11 12 哎 12颗啊 12颗 其实这个角色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少年 他的性格就是可能到后期会比较的沉稳一些 然后前面可能会偏少年期一些 他有自己热爱的东西 自己想做的事 自己的正义感 然后有自己想保护的人 消炎的性格跟你本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跟我本人嘛 首先就是有自己想要做的事 自己给自己定义的正义感 然后想保护自己身边的人 然后想做自己想要做到的事 在塑造消炎角色的时候会有燃起中二魂的瞬间吗 会 会有 因为我也看过原小说 然后也看过动漫 有的时候会把那些东西会灌输到 后期会灌输到消炎这个角色里面 因为他前期可能会偏少年感会比较足一点 可能就是也会加一些东西吧 你曾在采访中提到 如果能进入武侠世界 最想体验消炎的人生 如今实现了这个愿望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我现在其实非常开心 然后当时因为知道要拍这部戏的时候 也非常开心 但是有点忐忑 害怕就是不能很好的去诠释 但是呢 开心的点是什么呢 可以用自己的表演去诠释这个消炎这个角色 我觉得我是开心的 我们找到了当时的画面 这么早啊 这个应该是五年前六年前了 这个我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确实有点 消炎的少年气有一点黏吧 那现在呢 现在如果要我跟消炎相比的话 我就可能向消炎经历了一些故事以后的 偏成熟稳重的一个性格 跟他这个性格比较像 这部剧是两年前拍摄完成的 时隔两年再和消炎见面 有什么不一样的心得感受呢 其实时间会比较久 因为这个是两年前的戏份 然后就是跟我现在的差别有点大 因为我觉得在20到22对吧 当时应该是20岁吧 我觉得18到22之间的年纪 男孩变动的感觉是最大的 因为会经历很多的事儿 然后成熟会变动很大 现在看可能会比较像看年轻时候的自己 就两年前的自己 确实现在因为经历一些事儿成熟了很多 有很大的改变 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两句台词可以分享 有啊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抹齐少年穷 我消炎回来了 你用消炎的感觉说一下吗 干什么啊 你们笑什么啊 还说 炸心啊 对吧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抹齐少年穷 那蓝燕燃 我消炎回来了 然后还有一句 云山老狗 因为消炎有很多中二的台词 可以透露下还有什么台词会和大家见面吗 有很多台词会和大家见面 而且我觉得这些台词也有很多是讲给我自己听的 包括他原台词 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打碎骨头 重新再来过的 就这些就非常高燃的一些台词 消炎有这么多斗鸡 请问你最喜欢哪一个 如果最喜欢的话 我觉得就是弗怒火链 他自创的一个斗鸡 因为他这个斗鸡可以升级不同的异火融合 会有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三个的话 就是三色火链 还有别的话 我觉得就是三千雷斗 天火三全变 这一些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 如果可以 你想带走哪一个斗鸡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现实生活中 都想 大人不做选择 都要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我觉得三千雷动 三千雷动使自己的移速很快很快 然后会有换身的效果 你想用这个斗鸡做什么呢 倒也没有想得这么细 如果有这个技能 一天拍三部戏 是不是这样效率会很高 也有很多的作品可以被大家看到 可以无实物表演一个斗鸡吗 这怎么 因为是这样 当时拍的时候学了很多的手势 但是我现在可能只记得一个 我可以教一下大家怎么摆这个手势 是弗怒火链的手势 你可以学一下 它是需要用这个叫什么 无名指 跟无名指交叉 对 然后用小拇指扣住这个无名指 再把这个小拇指竖到两个无名指中间 然后再这个给它扣下来 就两个中指扣下来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火链 好 你没有学会 ok 我觉得观众也没有学会 好的 希望大家多多去学习 原本就恐高的你是怎么克服恐高困难的 你们知道 然后第一次尝试吊威亚是什么样的感觉 哎呀 第一次吊威亚非常的吓人 因为我之前没有拍过这一次是第一次嘛 当时是这样 当时给我穿这个威亚衣 我跟导演说 我说 导演高吗 她说 没事放心不高 一点都不高就到这 然后开拍 刷 20米到那个棚顶 我直接吓得就是 不敢说话 因为在拍摄当中嘛 这一次印象确实让我挺深的 但后面呢 就是慢慢的去适应了 因为萧嫣这个角色 有很多的武打戏 所以你必须去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预告片有一个萧嫣的水下镜头 跟陆啸落水那场戏比哪个印象更深 我觉得 陆啸那个呢 是 是意外 萧嫣这个 我觉得印象会更深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我今天印象很深 那是我开拍第一天 我也没有拍过这种浅到水底的水系 它是租了一个就是那种浅水的棚 然后我下去的时候耳朵会很疼 当时教我了就是弄自己的耳压嘛 但是我也不会第一次拍 所以耳朵非常非常疼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那种刺骨的疼 在这部剧的剧组中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以分享的吗 有很多有趣的事我到时候可以 反正我当时记录了 让我到时候也可以发给大家看 然后讲一个小的吧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戏在绿棚里面拍 拍摄的时候其实是别人是看不到的 就是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 所以会有一些特别搞笑的动作 边上可能就是偷偷的笑 因为没有拍我们 就是可能会偷偷的笑 也不能影响到它们 大家很好奇 小眼一直背的旋重尺 每天背着不沉吗 因为旋重尺会有好几把 最重的一把应该是20到30斤 然后那个呢就是会拍特写会用 确实我当时拿到这个尺的时候 真尺啊 取不动 就一只手 取不起来 太重了 然后它拍打戏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减轻的版本 就是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个木头 木棍 然后旁边是泡沫 那个才是真正打戏的 我用的池子 可能会被一百八八 因为它打戏会损伤很多 会打着打着 啪断了 这部戏里和薛新智老师和做师徒 有什么感受 和邱老师其实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也刚刚尝试表演嘛 他有的时候和我对戏会很认真地辅导我 然后他非常敬严 在豆婆苍穹保密室的拍摄途中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开机的时候就拉了一个横幅 就开机了 所有的演员的定装的造型也没有外露 所以让我觉得保密工作确实做得非常到位 豆婆IP在之前有过很多演绎 你记下这个角色会不会有压力 其实当时接到这个剧压力非常大 这个角色又是非常男生的一个梦想吧 就是属于我当时在初中的时候 每个男生心里都有这个梦想 就是想饰演硝烟 所以当时跟我说要饰演硝烟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忐忑非常紧张非常害怕 但现在我觉得能尝试着去演这个硝烟 能塑造硝烟这个角色 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然后也很开心 和洛洛版硝烟和大家见面的时候 你会希望听到什么评价呢 可能每个人心中的硝烟是 有每个人的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定义吧 那我的话可能是 就是饰演了一个我认为的硝烟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剧当成一个下饭的一个剧来看 因为确实里面有很多高然的画面 觉得是大家也是非常想看到的 我也觉得完成的比较出色的一些高然的大豆画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有没有什么你不能接受的评价 其实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评价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圈 然后也有自己的选择 也有自己的认知 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感情 那我觉得做好自己 无畏就OK了 新歌你热爱的世界中有一句歌词是 妈妈的蛋炒饭永远最下饭 妈妈的炒蛋永远最下饭 这句在演唱的时候有无一些特殊的心理OS 当时其实拿到这个歌词我都有点震惊 大家都以为这句是你修改的 其实不是 其实是他们写的 确实我觉得妈妈做的这个炒蛋确实挺下饭的 确实挺闲的 有人说妈妈的炒蛋不知道下不下饭 和洛洛的炒蛋一定最下饭 但我现在确实有进步很大的进步 只是你们没有看到而已 到家里人的认可了吗 我自己认可了 OK这就是最大的认可 说一个能够展现你最近有好好热爱生活的小细节 或者小事情 我会锻炼 让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终极预告中看到了水下秀身材的镜头 现在身材和当时比有什么变化 当时其实没有怎么练 当时我就没有健身啊啥的 当时为什么会有线条呢 是因为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踢足球 然后又体能训练 但是不是刻意的去训练它的肌肉量 只是去训练力量啊什么的 包括后面我学武 学了五年五吧 所以会有一些肌肉线条 我觉得还是能到预想的美观的状态吧 但是现在来说呢我会有一点点健身 比如特别热衷于乳铁吗 不是我只是乳铁 我不是说想让它变得有多肌肉有多大啊或者怎么样 我只是想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 可以透露一下微信好友里最近加的一个群体好友是哪位吗 最近加的哈 嗯 丁雨昕 当时我去横天探班 然后她在拍摄嘛 然后当时去她组里也看了一下 后面有什么沟通吗 后来倒没有 因为刚加了 对刚认识 你是一个会主动加好友或拉近关系的人吗 我应该不是 因为我是爱人 所以就是比较的涉口内向 如果是熟的人的话就可能会说话 但是不熟的人就是 嗯 就是自己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时候 哇 会自己在家里面就是疯了 就是像哈士奇那种造家 但是在外面就是特怪 就那种 会和大家透露一下上一次放假去干什么了吗 上一次放假就是去横店探班 去探了张彬彬的班 两个人有什么聊天吗 她造型不能透露 因为她现在在拍嘛 然后就是觉得长大了嘛 确实 你觉得现阶段你长大了的标志性事件或者动作是什么 说话非常的低沉 非常的有深度 非常的沉稳 这阶段或者此刻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现在啊 就是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就是此时此刻 还看不到斗破苍穹而至少年归来 要等到明天才能看 职场沟通小刺事 没有高兴商 林林后就是直摆 不要拐弯抹角 在饭局上 领导说 小何今天点的菜不错 你会怎么回应 当然啊 那因为我点的 让你点你也不点啊 在饭局上 你去帮领导盛饭 领导接过后说 盛这么多喂猪呢 你会怎么回应 为的不就是你吗 让你自己盛你不盛 在饭局上 派你去给领导倒酒 最后一杯酒只倒了 一半就没了 领导说 什么意思 到我这儿就半杯 你会怎么回应 你自己的酒量你还不知道 给你倒半杯都多了 领导在群里发了2000的红包 结果你抢了1500 领导说 小何你手气真不错 你会怎么回应 我的手气确实不错 你的运气也不错 能有我这样的员工 你非常有运气 见识中遇到 你会像刚那样 怎么可能 我是挨人嘛 我只能在自己家 一个人的时候 我靠自己脑部 这些画面 用四种语气或人设 喊大家来腾讯视频 看豆婆苍穹之少年归来 嘿 看你呢 瞅啥呢 快来腾讯视频看 豆婆苍穹2 之少年归来 第二个 高冷饭 完了冷不起来了 男神的那种 男神的那种 不怎么说话 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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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洛洛方式哈 快来腾讯视频看 豆婆苍穹二只少年归来 看哦 打 小银啊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抹齐少年穹 豆婆苍穹二只少年归来 正在热播 我是大哥哥哥 乖哦乖哦 这种感觉都是我们自己人 自相残杀呢 采访的伙子 留下一个挑战 下一个 发歌 万一还有个孩子 我发歌怎么办 我录了戏快过来 那就下一个 就让他们跳我的 主打曲的那个副歌部分 Nobody can stop me now 疯狂像是无可救药 那他倒是跳啊 他得敲我呀 这个挑战时间有点久了 然后姚琛老师刚出了新歌 冒险玩家 不如来挑战一下这首吧 我看到他这个 我看看啊 这个你们要不先去吃个晚饭 我先两个小时 走啊我去学一下 好来 五六七走 ok 有一个挑战给下一个接受采访的伙子吧 给下一个留的挑战就是 你现在在听什么歌 唱一下他的随便的任意的三句 hello 谈讯视频迷妹专访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赫洛洛 想要获取我的独家彩蛋和福利 就来关注谈讯视频官方抖音账号吧